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,相信短期内没有解决迹象,纵然美方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到北京谈判,然而短短两天的会议已昭然落幕,在没有预先初商和协调细节的情况下,未能达成协议是意料中事,这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战役,美方率先挑起了战争。 中方绝对不能轻视,特朗普强调要达至中美公平贸易,他认为中国已被宠坏,谈判结果会让中方难受,然下之意是一定要中方大幅度让步,据民美方要求很严厉,他们要求在2020年底前将中美贸易逆差大幅减少2000亿美元,并停止补贴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相关行业等等。 美方的目的是司马超之心,路人皆知,中国国力日益强大,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直逼美国一哥地位,美国看在眼里,道忌在心里,于是近年来不断挑起周边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纷争。 目的就是要挫低中国上升的势头,几年过去,看来效果不将,想起又不能将攻打伊拉克,利比亚等国家那样对中国动武,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贸易战。 雅怕是两败俱伤,也在所不惜,这次美方来势匈匈匈,无论如何都要拿一点好处才肯罢休,不者认为,表面上中方处于下风,其实不会再以待毕,相信会做好一切准备。 科技产业及钢铁女财等行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。 维免像中兴,华为此等公司受到美方制裁,中方转移向欧洲先进国家欺购订单,也是一个上街方法,据民英国ARM芯片公司宣布,将全面接管原来由美国出口中国的3000亿美元的芯片订单。 英国抢占市场,在商言商乃无可口非,也给特朗普一个迎头痛击,雅边双中美贸易战烟火尼曼,这边双香港楼股影响不大。 自从美国向中国宣布贸易战后,香港股市稍微回落2000点后,目前恒生指数已企稳在3万点左右,而楼市似乎无动于中,屯门区新楼定价每尺平均近2万元。 九龙站天使极高层成交尺价于7.47万元。 继续创出新高,这个表象有点离地,似乎脱离现实,难道香港经济一点都不受贸易战影响? 整个香港社会充满利淡消息,如收紧信贷,加息来临,资金流走,供应增加,楼价过高,甚至出现贸易战等。 这些因素为什么不能让楼价稳定下来,或许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? 不者只能告诉独者们,我们身处楼市大时代,在强大的财富效应与福息购买力的环境里,碰上了只有新盘供应的市场, 被产商没有连敏之心的开价,要将仅有的楼盘都交与强者手中,楼价又然有便宜之理。